不少女人为了减肥是操碎了心 有的人选择节食减肥 有的人选择运动减肥 但是很多减肥方法若是太过剧烈也会伤身 其实这要掌握了一天中最易胖的三个时间段 享受很简单 第一是早餐时间 现在很多人会因为赶时间直接忽略了早餐 不仅会使早上的工作注意力不集中 还会因为早上的饥饿导致中午饭吃得更多 自然而然就会发胖 所以不管再忙我们也要及时的吃个早餐 第二是饭前两小时 很多人在上午十点左右和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饥饿 这个时间点如果去吃东西的话 非常容易使人发胖 很多人在饿的时候就会选择吃一点小零食 来缓解自己的饥饿感 虽然说要等到吃饭的时候 或许瘦肉的食物会比较少 但是对于减肥却没有很大的好处 最后是睡前 能睡前吃东西是最容易使人发胖的 因为食物来不及消化 很容易是脂肪堆积 所以睡前一小时内就尽量不要再吃东西了 及时晚上加餐也不要吃的太多 把热量控制在200大卡内为家 可以选择脱脂牛奶香蕉等富含四万酸 血清素的低脂食物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